在古代日本一个贫苦的山村里 由于粮食长期短缺 就有了一个大家约定熟成的陋习 村里老人但凡活到70岁 无论健康与否 他们就要被子女一气到一座名叫尤山的山顶 还每其名曰供奉山神 大家好,我是何舒适 这里是舒适说电影 本期我们分享一部日本人性电影 1983年版的尤山街考 哑口皆是身体硬朗的阿灵婆今年已经69 她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个村里 自打家境树敦家后 阿灵婆就一直操持家务,任劳任怨 还生下两个儿子 踏实能干的大儿子纯平 和自带体臭的小儿子立柱 古代日本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一般人家因为生活困难 只允许长子弟孙娶妻生子 至于其他儿子 只能一辈子当王老五 为家里当牛做马 卖力干活 所以相比起赔球货的男人 村民们更喜欢女孩 生女孩既可以卖钱 还能换粮食 45岁的陈平曾娶过一个妻子 也为树敦家诞下两儿一女 其中年满20的夹杀吉是长孙 夹杀吉好吃懒做 自私自利 说话做事都不经大脑 但他依然是树敦家的未来继承人 年头那会儿 陈平妻子在干活时不顺摔死 所以陈平成了官夫 再说回阿灵婆 再过一年 他也要到油山上面去等山神 可阿灵婆不仅不在乎 还显得很坦然 甚至对儿子陈平千丁万主 时间一到 要准时准点地把他送走 就在30年前 阿灵婆的丈夫 因为不忍心把家里年满70岁的老母亲送走 就忽然失踪 从此了无音讯 打那时候起 阿灵婆就一直受村里人的指点 连头都抬不起来 所以在他看来 能活着上油山 不仅是一种至上光荣 还能洗清背负了大半辈子的耻辱 这一天 卖货郎盐护上门说清 隔壁村有个家阿玉的寡妇 三天前刚死了老公 这不家里人已经开始给他找下家 他们打听到陈平人品好 家境也还可以 能图温饱 就想着手丧期满后 便让阿玉改嫁给陈平续贤 陈平同意了 毕竟他家这情况 有人想要主动嫁过来 就已经是祖坟冒清烟 那还有挑肥减瘦的份 另一边 奶奶要上山赴死的事 也从来没有牵动过孙子夹杀吉的心 她反倒希望阿灵婆这个老不死早点滚 因为家里过冬的粮食有限 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多出来一个人 就意味着大家少吃一口饭 所以到了适婚年龄的夹杀吉 才迟迟没能结婚 她得等奶奶挪位 才能把老婆娶进来 于是闲来无事的夹杀吉 就编排起了段子 骂阿灵婆是长着33颗牙齿的不死鬼 夹杀吉还经常跟同村羽巫家的 丑女阿桑打情骂俏 两人干柴烈火 还私下又勾芡 干了没修没躁的事 这步好不容易青娘摔死 空出了一个位置 打好如意算盘的夹杀吉 打算用她来娶老婆 哪知道父亲中途截胡 把名额用来续贤 气得夹杀吉连饭都不吃 忙完儿子续贤的事 阿灵婆就去看好姐妹阿金婆 阿金婆病得奄奄一息 看着确实不太行 隔天早上 阿金婆的儿子就来报丧 让陈平和立柱去帮忙办后事 可他们来到门口 却看到阿金婆死而复生 原来她只是饿到发虚 急往米粥下肚 并就不要儿育了 时间一晃 三个月过去 这一天 一个人高马大 身形魁梧的女人找上门 她就是刚刚守丧结束 陈平的新媳妇阿玉 阿玉虽然能吃 但也勤快 是把持家务的好手 深得阿灵婆的欢心 为了稳住阿玉 阿灵婆主动告诉阿玉 自己年底就要上山 到时阿玉就是 树敦家唯一的女主人 可阿玉憨憨地回了去 不在乎 阿灵婆还是不放心 就偷偷找了个石墨 把自己的门牙硬生生地敲断 这样 她就跟村里那些将死老人一样 不再是长着33颗牙齿的不死鬼 晚上 陈平和阿玉新婚洞房 王老五立柱就蹲在门口偷听声响 可听着听着 她也忍不住 就跑去拱新屋家的母狗小白 小白也确实惨 无数个夜里 村里的光棍都会让她当新娘 来到新屋家 立柱偷听到一件振奋人心的大喜事 新屋的男主人老婆病重 眼看也快不行 她告诉妻子阿芝 自己之所以中年病死 全因为祖上造孽 曾经打死过一个 搞大她家女孩肚子的男生 为了破除诅咒 在她死后 阿芝要轮流陪村里的光棍睡上一晚 这样一圈下来 新屋家才能赎罪 立柱偷听到这事后 喜出万万 还是有给村里的其他光棍听 接下来的日子 这群光棍每天啥也不干 都翘首期盼老婆快点咽气 好让他们当一夜郎 不久后 阿松怀孕了 生米煮成熟饭 袈裟及擅自做乳 把她带回家 可阿松是出了名的好吃懒做 在这个困难年代 即使勤劳能干 都还不一定能养活自己 更何况是这种懒货 活着纯属浪费口粮 不仅如此 阿松的手脚还不干净 他偷数墩家的粮食 送去给娘家人 这事让陈平发现 还差点被打死 之后 村民也发现 阿松的娘家也就是羽巫家 他们还偷了村里其他人的粮食 所以这天夜里 羽巫家被翻了个底朝天 找出的粮食也被村民一抢而空 娘家发生这么大的事 但阿松依然该吃吃 该喝喝 该睡睡 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样子 另一边 村民们还是不放心 他们觉得偷粮食这事 有第一次就还会有第二次 所以对羽巫家得赶尽杀绝 包括阿松 陈平不同意 毕竟阿松已经怀了数墩家的种 晚上 阿灵婆叫来阿松 让她拿点粮食回去帮补娘家 还允许她在娘家留宿一宿 也是同一天 村民冲进了羽巫家 把所有人连同阿松一块绑走 并把他们推进土坑里活埋 加沙及之道后想赶去阻止 但已经太迟 过后 她把气都撒在了阿灵婆身上 阿灵婆不在乎 像阿松这种人 留在树墩家也只能受祸害 儿子陈平心里明白 却下不去这手 所以杀人的恶民 就由阿灵婆这个将死之人来承担 这样可以换回全家的一劳永逸 听完 陈平默默流下了眼泪 夜里 立柱看到新屋家的阿芝 招引村里的一名单身老汉回家 看来 老婆死后 阿芝真的兑现诺言 在替她赎罪 可轮到立柱那晚 阿芝却嫌她体味太重 下不去嘴 就直接将她掠过 立柱知道自己被放鸽子后 就四处撒气 阿灵婆和陈平都看不下去 怕家里迟早都被她砸掉 就各自想办法 陈平找到了妻子阿芋 求她陪立柱睡一晚 阿芋不愿意 阿灵婆更不同意 这种有违伦理的事 万万不能在他们家发生 可却找别的女人 陈平还得花钱花粮食 家里负担不起 阿灵婆先去找阿芝 小芝以情动之以理 想说服她完成墨烟 但阿芝打死都不愿碰其臭无比的立柱 没办法 阿灵婆转身就去求失去嗅觉的阿金婆帮忙 阿金婆没有拒绝 阿灵婆倒不担心 无论新车跟二手车 对没开过车的立柱来说 那都是好车 先为大儿子续贤 再帮小儿子开婚 一切安排妥当后 阿灵婆已了无行愿 就准备隔天上山 可这时 有村民说在西山上看到阿灵婆丈夫的身影 阿灵婆立刻跑过去 可到了之后 却连个鬼影都没有看到 正当阿灵婆骂骂咧咧地打算回去时 陈平这才说出了真相 当年父亲不忍心送自己的母亲上山 在陈平看来 这就是家族耻辱 懦夫行为 所以父子俩发生了争吵 陈平在冲动之下 错杀了父亲 之后他把父亲埋在了西山的一棵树下 阿灵婆知道真相后 不仅没有责怪儿子 他反倒觉得是丈夫咎由自取 因为不虔诚 山神才出手惩罚了他 回到家 阿灵婆带着媳妇阿宇来到河边 把自己独门抓鱼的方法传授给他 晚上 村里有去过游山的人都聚集到了树敦家 给陈平传授献祭的经验 首先 出门时不能被人看到 其次 路上两人也不能交谈 最后 把老人送给山神后 就得马上离开 绝不能回头 离开时 村民还偷偷告诉陈平 如果实在走不动 也可以把人送到一处名叫马背的地方就回头 不必爬到山顶 也是这天夜里 阿金婆敲响了立柱的窗 积不择实的立柱也心理神会 心满意足地做了一回三次郎 阿灵婆今夜无法入眠 她叠好自己的衣物 想留给阿玉 可这时候 跟自己同时上山的阿友叔却来求助 她还不想死 但阿友叔的儿子还是把她带回去 第二天 天还蒙蒙亮 陈平就背着阿灵婆出发 一路上 母子遵守规矩 半句话都没有说过 走了大半天 陈平才放下阿灵婆 找个地方喝口水休息 可回来时 却发现阿灵婆不见了 陈平赶紧四处寻找 但此时的她内心却是高兴的 还嘀咕着 阿灵婆应该是害怕 自己独自回家了 可当她回到原地时 却看到双眼无神 面如死灰的阿灵婆依然坐在那里 原来是她自己太渴望母亲反悔 才出现了幻觉 接着 母女俩继续上路 两人爬过坡 越过河 穿过马背 终于来到了游山山顶 可映入眼帘的并不是什么山神福地 只有满地无数的海骨 和一群等吃腐肉的乌鸦 陈平看呆了 但阿灵婆不为所动 她指着一块比较干净的地方 让陈平把她放在那里 安置好后 陈平紧紧地抱着阿灵婆 她不忍心把老母亲独自一人 扔在荒郊眼里蹬似 阿灵婆也舍不得儿子 但她还是狠心地抽了陈平一巴掌 让她立刻回家 就这样 陈平拜别了母亲 侯也不回地走下山 路上 她经过马背 看到阿友叔的儿子 把五花大榜的阿友叔推下悬崖 原来 这就是村民口中所说的 送到马背就好 陈平看呆了 这时候 天空飘起了雪花 传说上山献祭这天遇到下雪 那是好兆头 好运气 喜出望外的陈平赶紧回来找母亲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但阿灵婆心如止水 她挥手示意让陈平回去 陈平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等回到家的时候 天已经快黑 家里完全没有那种丧亲的悲伤氛围 大家各忙各的 该怎么活还是怎么活 家沙集也迫不及待地找了个女人 进来填补阿灵婆的位置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舒适的解说 可以关注评论弹幕走一波 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